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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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大家好 我是修成的修 我們現在這個視頻 我們來看一下 自大狂就歌曲 在Verse 這個段落 主歌 你的Guitar 彈了什麼東西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剛才聽了以後我們知道他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呢 這一小節進來這個Lead guitar verse這邊彈吉他的時候 前兩拍是一個休止符 他在第三拍進來的 第三拍一進來他就是一個這個自然翻音 在這一個 下上下 我這一個地方呢 這段Riff 其實你要彈下下也可以 很多地方你又說下下 他會聽起來比較重金屬 全部都下的話比較重金屬 可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有律動感的 所以我會選擇十六分音符 這裡我使用的是下上 然後垂弦 那這邊當然會有這個翻音的 空弦的地方全部都是右手的麥克風 那有時候這個我會彈的比較誇張一點 在Live的時候 加一點點泛音 人工泛音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是一個G-Code 我只是把它做一個簡單的轉位的 就是把低音放到這個它的五度音 那我沒有彈全部喔 我就只彈這兩個音 那下一個Code其實是D 這也是一個轉位的位置喔 聽起來會比較帥一點 或是這個聲響會聽起來比較好聽 怎麼說呢 原本這邊是 其實它就是G跟D 假設我很 很簡單的就是用G-Power-Code 跟D-Power-Code 就會聽起來是這樣 聽起來很陽光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D聽起來 就是聽起來很亮 當然第一個它的弦 是用到第五弦的根音了嘛 然後它也是一個這個 五度的感覺喔 這是五度嘛 這G設它是五度嘛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轉位和弦之後 它味道就不一樣 原本是這樣 可是一轉位以後 味道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大家善用這個轉位和弦喔 它這個根音的移動 像比如說G 我就把它的低音放到是第五度 然後 有沒有這邊剛好這個 這個收可以順向到聲發 然後Rable的一個 對吧 那這邊當然這一段的play 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垂選 好吧 這段是這樣 那我們來跟著音樂來play一次看看好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